好 看到敵人了 我可以看到他是拿閃彈槍 所以這邊我先架個凝膠 然後往後撤退 因為閃彈槍的攻擊範圍有限 所以說我拉遠 G8射擊的距離比較遠 所以我就故意拉遠打他 在跑圈的時候跟空曠地 人工不拼槍不拼槍 除非你有把握把他收掉 哇塞 用機槍在打他 好 這時候我先架個凝膠護盾 擋那個前面的敵人 這邊流彈發器換下去啦 直接準備好了沒 來 再見了 再次見我 歡迎收看吾不科 拿鐵頻道 今天要去玩什麼 PVIDIA要活下去 好的 這場的部份 是我在捷運上面玩的 因為這一天剛好要去找雅思 要去雅思家 然後呢 我就錄了 就玩了這一場 這場的話 跟大家分享一下 拼槍跟決勝的攻略分享 就是怎麼跟敵人拼槍 可能降落的時候 拿什麼槍 要怎麼去跟敵人拼槍 然後到你到中段跟最後決勝的時候 該怎麼去跟敵人交戰的一些策略方式 就直接用旁白方式來分享 因為這場的話我沒有辦法錄影 因為我是在捷運上面玩 我就坐捷運 然後到亞斯他家的戰的時候 我就到捷運外面去玩 因為還沒到他家 所以我就自己在玩 好一開始的話我這場是玩悟空 然後悟空的話可以變草叢 然後我這場基本上沒有用草叢鏡 因為有機會在用 然後一開始降落的時候 我選到的是只拿手槍 G18這把手槍 G18的特性的話是他這把連發射速非常快 所以拿這把槍你降落也不用擔心 你先看對方是什麼槍 好這裡的話我選擇先繞邊邊 繞邊邊到這邊來先觀察一下 附近有沒有什麼敵人靠近 如果沒有的話我可能想要先選擇 撿衝鋒槍或散彈槍 或是機槍 在家工作坊這三把槍都算蠻好使用的 好看到敵人了 我可以看到他是拿閃彈槍 所以這邊我先加一個凝膠 然後往後撤退 因為閃彈槍的攻擊範圍有限 距離有限 所以說我拉遠 然後G18射擊的距離比較遠 所以我就故意拉遠打他 好你看他閃彈槍的攻擊力 對我來講殺傷力沒有很高 好這邊有卡件的卡一下 OK收掉 這就是善用你現在手上有的槍去擊殺你目前眼前的敵人 只要看到閃彈槍的敵人往後跑就對了 往後跑就對了 如果你手上拿的是MP40 衝鋒槍步槍類 你看到閃彈槍就往後跑 千萬不要跟他近距離 因為你不一定打贏他的 強力的攻擊力 因為閃彈槍最強的就是近戰的攻擊力 非常兇 不管是SPA12或是N1014 這兩把近戰都是非常猛的 你就要拿N1014也不一定說 每一把都可以打得贏 我想想很多玩家都知道 然後當然就是要看拼槍的技巧跟運氣 OK 好這裡的話我已經拿到別的槍 我拿到SKAR跟散彈槍 散彈槍的話一樣 如果你今天是拿散彈槍的部分 你盡量跟敵人拉近距離 敵人往回跑的話你就不要追了 如果你只有一把散彈槍就不要追了 好這邊就分享 就是你用G18也可以打贏閃彈槍的方法 好這邊有個敵人 好這邊的話我槍 我也不知道有點砲槍 他那個傷害沒有出去 就飄掉了 因為我在車上玩真的是比較不好操作 好這裡的部分呢 我選擇先撿一些裝備 然後我已經知道敵人在前面了 屋子對不對 那他也知道我的方向了 所以我現在要繞上面 上坡去抓他 這個方法的話就我常常講個換位打法 你換一個位置讓敵人以為你還在原本開槍的位置的時候 你快速移動到另外一個可以打到他的方向 好你們看喔 是不是 他現在以為我還在上面 所以我就往這個方向打 OK就收掉他了 換位打法 因為敵人剛剛以為我跟他是直線的狀況下 他會找一些掩體去 掩護自己在直線上的缺勢 就是他會慢慢走 然後現在前面有一個敵人 好這邊我在丟裝備啊 那我好像沒看到吧 機場好像沒看到 好被偷打 好OK我現在殘血 然後這裡的部分呢 我選擇先拉血啊 好等他過來 然後我就換散彈槍 我剛講過散彈槍優勢是近距離 好拿銀皮士林 好先一個走位 OK收掉 這邊有點危險是因為我剛的血沒有補到全滿 所以我後來剩兩滴血 算是險勝 也算運氣不錯啊 不然基本上有危險就會直接死掉了 好的 這邊的話就先選擇做拉血啊 拉血的時候記得你要 觀察你這個位置是沒有敵人 像我會一直轉視角 一尖蘿蔔蹲是怕人家爆頭啊 然後像這個山上面這個地方啊 加工作坊這個山很常會躲敵人 所以你們今天如果要補血的話 一定要找掩體 不要帶氣頭筒附近 有可能氣頭筒爆你就死掉了 好這邊的話我切成MP40 好MP40的部分呢 如果你遇到散彈槍對不對 你要打散彈槍你就稍微拉遠一點點距離 因為我剛剛講過散彈槍的射擊距離 應該是以這個遊戲來講射擊距離算是最近的 大槍類來講射擊距離最近 散彈槍都是比較短程的射擊距離 所以說你先拿MP40的話 你的射擊距離會比較遠 你就可以稍微拉遠一點 好的 這邊的話呢先把這邊的包剪完啊 像這個加工作坊 如果你佔領成功以後像我這邊三沙嘛 這邊的敵人應該差不多清掉 可是還是要小心 其他玩家有可能會開車過來 甚至爬山過來 又有可能就是遇到其他敵人啊 他就跑過來這邊去撿一些資源 好的 我這邊的話呢 選擇拿FARMAS跟MP40去搭配啊 這兩把槍現在是算是很多玩家喜歡搭配的方式 然後這場的話主要先分享你最常拿到的槍嘛 FARMAS跟MP40 然後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分享說如果有敵人 在高塔上面怎麼一次收掉 像我剛剛常常說嘛 像我們只要打排位賽 或平常有些敵人比較龜 他會龜塔台上面 怎麼一次解決他 等一下會快速介紹給大家 這邊的話呢 前期我會先收一些凝膠 虎包 虎包的話我個人習慣是拿八個虎包 是我自己的習慣啊 然後看你個人想要拿幾個都可以 好我這邊的話呢 沒有看到我要的那個背心啊 我想要找那個維修箱 可能沒有看到維修箱 想要升級一下 如果到決勝之前你可以把你的防裝升到四級 然後白色的話就有點像五級防彈衣了 這樣你的防禦力非常高啊 然後頭盔現在最高到三級嘛 對大致上是這樣啊 然後我這邊的話就先分享基本裝備可以拿到的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快縮圈了嘛 然後我知道上面有一台車子 所以說我這邊可以先收到縮圈再跑都可以 因為這也算是第一圈而已 不用太心急 好 MP40 好二級的防彈衣 好這邊剛好有交戰過了 這個是一個屍體包 然後前期的話如果說你有看到香菇的話呢 盡量把它打滿啊 好這邊我剛才講的汽油桶 這個汽油桶你靠近它之後 快速撿完你要的東西趕快走 然後這邊我是確認剛剛是沒有敵人的啊 然後我現在要打那個營火 先把營火打好 一邊結任務啊 然後一瞬也是可以幫忙先把營火補起來 因為我剛剛這邊香菇的話 我等一下跑圈來不及 來不及撿香菇 好這邊做一個跳舞姿勢啦 狗狗假 狗狗假啦 算是緩和一下緊張的氣氛啊 好這個我真的坐在捷運車廂上面玩了 所以有時候會有點遲疑 好OK 現在呢我就決定選擇走這個橋到山領的方向 好的 然後你們要記得吉普車的話呢 很多車輛來講 其實藍卡 坐在藍卡上面要被擊殺機率比較低 最高機率其實應該是三輪車 因為三輪車比較慢嘛 然後再來就是水路養用車 再來是吉普車 這三台都還蠻容易你開車過程中直接被擊殺 然後再來就是機車也會 可是機車速度我覺得還蠻快的 機車如果你快速開走 有時候還是不一定會被打到 然後藍卡的部分呢 我覺得藍卡算是開車來講比較安全一點的 好 然後有些東西沒撿到就算了 就不理他了 我就直接先走 因為我現在要先選路圈 因為這時候我記得我快要下車了 呵呵呵 我坐捷運坐到快下車了 我現在主要這場就是分享一下 我在捷運上玩的時候的想法跟心得 跟大家分享 常常會有些玩家問我說 你拿鐵什麼時候拍一些新手教學攻略 其實現在玩家都很強啊 新手攻略說真的不太好拍 因為你們會遇到的玩家 有可能都是很老鳥的玩家 然後我今天教新手的方式 可能也只能教入門 剩下就是你要玩這個遊戲 花時間跟經驗 好了我現在一邊介紹我家的貓一直在叫 我現在可能 欸我撿錯牆了 好這個是撿錯牆的狀態 撿回來 走掉 衝鋒槍子彈跟步槍子彈的配比 有人問我說 怎麼配比較好 如果拿到三級包的話 我個人的話 如果是拿FARMAS 我基本上會把他子彈配到200發左右 剩下是配火包跟衝鋒槍子彈 跟凝膠這一些 為什麼要200發 是因為FARMAS非常消耗彈藥 對大家玩過FARMAS FARMAS在總共數量我大概會配200發左右 衝鋒槍的話大概是100發 補包的話八個 你看到現在補包 凝膠護盾的話四個 榴彈 然後散彈槍 欸不不不我在叫什麼 手榴彈啊 手榴彈的話在兩顆到三顆 到更多可以可以 配比的話 你如果你配了很多投擲物 你的子彈就要配少一點 好這邊東西都有 然後我記得我這邊已經快要下車了 快要下車了 我想說等一下先找個地方先 先躲一下 不然等一下我可能會死掉 然後在結局上面玩呢 你就 美方法非常專心 因為你會看到很多人走來走去的 很影響心情啊 好這時候我就先躲這裡 然後因為我準備要下車了 這邊我還是跟大家講 我真的快要下車了 我就先等一下 然後順便等縮圈嘛 就是一邊走路 這場的話我就想說 欸 玩到這邊了 就專心玩玩吧 所以我就沒有出戰 我就在捷運站裡面 把它繼續玩玩 好這邊有聽到敵人開戰了 下方有一個槍點出來 有兩個人先插這個 然後有另外一個在射他 有個紅髮的 然後他好像沒看到我 因為我有裝消音 然後這時候我瞄不到他 因為他已經往下跑了 好這邊的話就瞄不到他了 然後呢 如果瞄不到的話 我在想突然不會起來 如果起不來的話就要放棄了 就直接先走 因為要跑圈了 然後其實可以知道 這一區還蠻多敵人的 因為山頂這個地方 好你看前面開戰了 表示有一個人 好我等一下觀察一下 大概骨灘的方向 沒有一個敵人 然後這裡在跑點的時候 非常小心的就是 因為他這個山頂的結構 是房子跟房子之間有一個間距 然後前面有空地 所以比較危險一點 所以我們在跑這個地方的時候 凝膠護盾要先準備好 隨時有敵人攻擊你就要隨機架凝膠護盾 去擋他的子彈 然後盡量不要跟敵人拼槍 在跑圈的時候跟空曠地 能夠不拼槍不拼槍 除非你有把握把他收掉 好這裡發現一個榴彈發射器 決定換槍了 好等一下這個換槍以後 我會跟大家分享 怎麼去擊殺高塔上面的敵人 好這邊的話我看一下 我的敵銳度是挑到最高 就是每一個按鍵的敵銳度 喔這邊看到一個包 好這個包有時候 屍體包你們要小心會有地雷 然後地雷會發亮 綠色的那個燈就是地雷 我這邊選擇補包的話稍微再拿一些 因為我已經把衝鋒槍換掉 空間變多 如果你今天搭配是 布槍加扭彈發射器的話呢 補包可以多一點 然後投植物多一點 大致上來講這樣配就不錯了 你看看我現在發馬蛇278 好現在就有個敵人開車 到他了 這裡的話呢 我會選擇開槍時機是他到 一個比較好直線的位置開始開槍打他 我先把他車打爆 OK這邊有點可惜是因為 他直接剛好下坡跑掉了 我的傷害沒有直接打到他身上 是打在車上 所以車子直接爆了 他是直接一個搶路圈到V大街了 他剛剛那個方式路圈其實也蠻危險 有可能會被其他敵人收掉 因為開車畢竟會有聲音 然後車被打爆了 好這邊看到一個空頭 這個空頭我考慮一下要不要撿 因為剛剛其實前面那個方向還有敵人 大屋那邊大房那個地方 我有印象 有人開戰的話我都會稍微記一下敵人的位置 不要說你在跑圈的時候敵人在你後面 你忘記這件事情 好三騎防裝非常好 然後我看到敵人了 OK 因為他跑直線就直接把他收掉 然後時間的關係我就不去撿包 因為這個過去撿包會被毒先毒 這邊又看到敵人開戰了 看到槍點正在我正前方 好這槍點出現以後 我就要稍微小心前進 敵人好像沒有發現我 這邊的話我使用榴彈發射器 瞄準他的後方 直接收掉他 好的 榴彈的話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今天如果沒有衝鋒 就是你通常不會打衝鋒槍吧 你就是用榴彈收掉比較快 好這邊因為已經吃毒了 然後我就快速撿一下東西 我就稍微撿一下 我看一下凝膠吧 凝膠是我比較想要的 然後這邊有點碰不到 他箱子有點跑掉了 補包跟凝膠我都撿 然後三騎虧 然後不小心撿到手槍了 然後我不拿手槍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怕切磋槍 然後這邊跑圈太遠 又空襲 所以我就決定要開車子 因為剛剛那邊有看到一台機車 我就直接騎這台機車 我很怕被炸死 然後現在幽靈人數有20個幽靈 在看我玩這一場 而且這場真的沒有玩得很 非常非常專心 因為真的在做捷運 然後這是出車廂以後 在捷運大廳玩 我覺得蠻好笑的 好的來吧 這邊準備快要決勝部了 剩下5個敵人 20個幽靈在觀看 好這邊又有個槍點出現了 這個槍點就是高塔上面的敵人 這裡的話我選擇 看可不可以直接抱他頭 因為他在打別人 你會看到兩個槍點嗎 地圖上面有看到兩個槍點 就是人家開槍的位置 就出現了 那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上面一定有人 然後這個的話呢 我瞄不到他 因為他可能是蹲著的 所以我想要等他出來 他一定要下樓梯 然後我就在想說 他一定要跑圈 然後他這個毒圈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不走 有可能敵人在瞄他 可是他應該是不知道我的位置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就先準備 他等他下來 然後他沒下來 所以我就先騎車了 因為想說這個 假K少年家 然後我還是會觀察他有沒有要走下來 因為不可能不跑圈啊 然後這裡就看到他 雞雞媽媽跳下來啊 然後我就想要直接撞他啊 結果他就跑去想要開怪獸卡車 這裡的話呢 我就直接撞他一波啊 再見的小黑 然後下車又補槍 OK 收掉 他剛剛跳下來的時候其實有損一點血啊 然後這裡的話其實說實話 這邊打的有點危險 因為 我這樣我可能會死掉 因為這個圈太毒了 我要狂之補包 然後我又沒有全馬克基姆的技能啊 這個悟空只有裝至上全速啊 然後這場主要就是正常玩 我沒有變草叢 想說就正常玩就好了 因為有機會在變 不是說 我這個技能就一定要用啊 好 現在可以看到呢 這個圈最後的位置在這附近 所以我現在有怪卡的優勢就是 怪卡我之前的影片有分享過 他可以拿來當城堡 他今天就算爆了以後呢 他要爆的位置如果是在圈內 安全區裡面的話 你躲在他後面 他也可以當一個擋子彈一個城堡啊 然後這邊原本想要看有沒有敵人 或者是有沒有包可以撿啊 稍微撿一些補包 因為補包剛才吃太多了 好 這邊先停車 先觀察一下敵人在哪裡 其實平常我不會亂開槍 除非有把握殺掉敵人 不然就是不太開槍 然後這個高塔我會覺得可能會躲人 因為他這個地方是天命圈 安全區 安全區裡面有高塔的話 你們要特別注意 通常會躲人 然後有些玩家會從頭歸到尾 然後你要怎麼知道他有沒有歸到尾呢 你殺掉他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觀看次數 如果只有1 表示要從頭到尾都躲在那裡 或他沒有遇到敵人 也有可能他沒有遇到敵人 好 OK 這邊的話呢 我先開始先迂迴一下 稍微移動一下車子 讓他到安全區裡面 然後我不能讓這台車子馬上爆 所以我現在有沒有看到 我讓他在安全區裡面 然後我其實看到 這右邊有人開戰 有一個敵人跑過去 我剛有看到他 一個黑影過去了 好 這邊有看到他了 就直接先收掉他 剛有一個黑影跑過去 就是這個玩家 然後因為外港被他收掉了吧 或者再確認有沒有 然後最後這裡剩下兩個敵人 然後我們必須先找到安全區的位置 好 這邊安全區位置出來了 我們必須先搶這個安全區 一定要先搶 安全區通常我會先搶的原因是 因為我有凝膠護盾跟車子就會搶 如果沒有的話我建議你 本敵人露頭後再搶 再殺他 因為不然你到安全區 如果沒有掩體你很容易死啊 這邊我先架凝膠護盾 尼加護盾的話其實可以先架 敵人知道你的位置也沒關係 因為你至少可以躲尼加護盾後面 你不架的話你被偷打 你可能會殘血啊 然後這邊有28個幽靈在觀看這一場 決勝負的時機啊 現在是三強鼎力啊 剩下三個人了 然後就跑出來了 好 這邊直接打一波 只省了5滴血啊 這個完全沒瞄到 因為他剛好在移動啊 所以說這個攻擊的槍 彈藥沒有打到他身上 只打5滴啊 可是這個玩家的防裝也蠻高的 然後最後一個敵人在哪裡 其實是我在找啊 我在看他哪裡 後來我看到塔材上有一個頭在移動 這個人就準備要歸到最後啦 他可能是安全區啊 所以我要等 然後我這個地方如果是天命圈的話 基本上我勝率非常高 因為我還有兩枚榴彈發射器 他過來的話 好 我這邊有一個來了 這邊我想說原本要用發麻石直接收掉他 可是因為我沒有裝補償器3啊 焦音器沒有增加攻擊力 所以攻擊力沒有很高 沒有把他打殘啊 很可惜 然後這邊我想說直接炸死他啊 因為他可能有可能會探頭打我 結果炸好像沒有什麼損傷 最後安全區在哪裡 在那個電塔下面 好 這邊我要跟大家分享 電塔這個玩家怎麼收死他 他基本上不會下來啦 基本上不會下來 因為要天命圈了 直接秒殺他 來 準備好了啦 哇塞 他用機槍在打他 好 這時候我先架個泥角護盾 擋那個前面的敵人 這邊榴彈發射器換下去啦 直接準備好了沒 來 再見了 蹦 一發解決 我這邊只有隨一點血啊 直接收他 哇 他反彈衣非常非常強壯啊 好 最後他被毒死了 吃雞 好的 這個就是你在關鍵時刻啊 你真的要判斷非常非常快 你遲疑一秒的話有可能就會輸啊 然後高塔上面的話呢 那個榴彈發射器只要打到那個屋頂啊 那個人就直接死掉了 你有榴彈發射器的話 因為我相信很多玩家遇到排位 還有一些敵人真的會歸塔歸很久 歸整場都在塔上面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一發收掉他 就是高塔上的人 然後當然如果說你今天在高塔上的話呢 你看到敵人靠近啊 說實話你這也要小心 因為他榴彈發射器 是非常可怕的 就跟大家分享啦 那今天這個呢 就是我在捷運上面玩遊戲 所以也沒有辦法即時錄音啊 我只能夠後製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場怎麼打的 那也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喜歡 可以繼續訂閱我 也可以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跟你的朋友 後面我會繼續交 P5攻略的情報 要訂閱頻道是免費的 歡迎免費訂閱我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